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 那么继续给大家分析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电视辩论 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 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进行辩论的时候 就提到了关于对外的关税 对内的征税 以及政府赤字 这三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三方面呢 是需要放在一起 相互联系的进行理解和考虑的 那么这三方面 它是共用一个主语 这就是政府 那么在讨论这三方面问题之前呢 要有一个理解的前提要点 那就是之前我所提到的 那就是人类文明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后 政府一般来说 是不具备能力创造物质财富的 至于这里呢 我用的是一般来说 那么政府的确是有途径创造物质财富的 后面呢 我会讲到这一点 那么说到政府没有办法创造物质财富 有一些朋友就会提出疑问 说政府不是负责印钞票的吗 既然政府印钞票 它不就是在创造物质财富吗 这个观点有一个误区 那是把钞票和物质财富之间画了等号 实际上钞票本身并不是物质财富 钞票本身只是一张纸 它之所以被赋予了财富的概念 是因为钞票它的基础是来自于政府的信用 政府的信用让钞票产生了价值 那么政府的信用之所以能够产生价值 是因为它包含着两个物质财富 一个是政府的黄金储备 一个是政府的外汇储备 而这两个储备呢 之所以能够代表物质财富 首先黄金储备 黄金这是世界公认的通用的硬铜货 它自然代表物质财富 那么外汇储备呢 它是利用世界公认的其他政府的信用 作为背书 用其他政府的货币来标持的物质财富 所以当我们讨论更换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时候 这并不仅仅只是更换货币这么简单 而是要考虑在更换货币背后 所代表的政府信用的不同 那么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 这是相当于是政府的物质财富 不想问清楚一点 就是这个物质财富不是政府创造的 而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手段 获得积累起来的 那么说完政府手里所持有的物质财富 我们再来看看政府 它的主要花费都有哪些方面 首先呢 政府的主要花费 是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那么这方面呢 主要的花费 是国家机器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薪酬和福利待遇 再有就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日常消耗 那么下一个政府花费的主要方面呢 就是保证民众的福利 就现在来说呢 民众的福利主要是包括社会保障系统 比如说失业救济 贫困救济 社会保险金等等 那么民众福利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 就是由政府负责的医保系统 而政府花费的第三个主要方面呢 就是军备上的花费 这如果要强调的是 军备上的花费 一旦遇到战争的时候 会迅速的出现指数性的增长 这自然就会造成 政府在收入和支出方面的均衡关系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政府花费的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由政府所主导的科学技术的研发经费 那政府花费的第五方面 就是政府所主持的国家基础建设的花费 那么政府在这五方面的花费 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是因为政府花费的规模是巨大的 所以政府在花费方面的任何政策上的调整 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很多政府呢 除了必要的花费是必不可少之外 那么其他的花费呢 更像是政府用来调节经济的手段和工具 那么根据上面所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呢 实际上也跟我们个人非常类似 兜里要有钱 那么对于政府来说 就是黄金储备外汇储备 那么同时呢 政府要过日子就要花钱 这就是政府的支出 那么有出就必须要有进 否则的话 不管多大的物质财富的储备 有一天都会花光的 因为政府呢 必须要收入 政府本身并不能够创造物质财富 所以它的收入 主要来说 是对内的税收和对外的关税 那么对外的关税呢 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对一个国家的金储贸易进行征税 那么对内的税收呢 就相对比较复杂 不过其中呢 最主要的两块 一个是对个人收入所征的税 一个呢 是对公司征的税 国家政府和我们个人一样 都希望最少做到收支平衡 如果支出大于收入 这就意味着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 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政府和个人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 我们个人希望收入大于支出 这样我们个人的物质财富就会积累 所以呢 收入越大于支出越好 不过政府并不是这样 对一个政府来说 物质财富的积累是有限度的 它只要保证国家的信用是健康的 同时保证在未来的一定的时间里 政府即使出现赤字 也能够健康正常的运转 那么政府所积累的物质财富 只要能够保证这两点 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再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 之所以会这样呢 这主要还是因为政府 它并不能够创造物质财富 所以当政府所拥有的物质财富 超过一定额度以后 这些多出来的物质财富的积累 实际上对于国家利益是一种伤害 因为这部分超额的物质财富 它最应该去的是生产领域 是创造物质财富的领域 这样才能够物尽启用 帮助一个国家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个国家政府 它的收入支出 以及所持有的物质财富的时候 这三者之间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很多时候出现政府赤字 这并不代表着坏事 要根据一个国家 它所处的客观环境 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这样才能明白 收入支出和持有物质财富 这三者之间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均衡关系 财富对处于当前这种客观环境的国家 最为有利 那么正是因为一个国家 它所处的客观环境 它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关于政府支出 政府收入 和政府所持有的物质财富数量 这三者的关系 就需要不断地进行讨论和修改 这样才能够适应实在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美国的总统选举里 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议题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历史上 几乎每一位总统候选人 在参加竞选的时候 都会就这个议题 给出自己明确的主张和观点 这里我们再次要强调的是 每一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并不是让选民来判断对错 而是让选民来判断 这个观点和主张 是否符合现阶段美国的需要 那么在这里呢 我再和大家讲一讲 关于我之前反复强调的 就是政府并不能够创造物质财富 这个观点呢 应该如何去理解 首先我们明白 创造物质财富和持有物质财富 获得物质财富是不同的概念 创造物质财富只有通过生产 才能够创造 所以呢 说政府不能够创造物质财富 是指政府并不拥有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 政府不具备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 这使人类文明进入到 现代工业文明之后 以私有制和资本主义 作为主体的社会 它所具备的特点 那么为什么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 政府不能具备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呢 那这里呢 我们首先明白 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 生产物质财富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人类文明进入到 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之后 在经历了许多的具体实践 摸索 以及不少的惨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以现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私有制会是人类所有制的主体 既然财产私有 所以对于个体来说 他最愿意看到的 就是自身的财产会不断的增加 以现在人类文明的水平来说 没有任何一个个体 可以脱离物质财富 完全以精神状态来存在 人类个体当然可以把 他追求的目标 变成精神领域的追求 但这是在物质财富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能做出的选择 所以物质财富私有 并且追逐一定的物质财富的累积 这是现文明阶段 所有人类个体的通行 而之前呢 我也强调过 现代工业文明社会 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集体概念的引入和强化 那么个体呢 对物质财富的私有 以及对物质财富积累的这种需求 就自然会转到集体身上 不过既然每个个人 都寻求物质财富的积累 而个人组成的集体 也要追求物质财富的拥有和积累 那么这就存在着一个 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 那么物质财富的个人私有 就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分配 会引发激烈的竞争 既然是竞争 要公平的话 就必须有仲裁者 对仲裁者来说 它最关键的 就是它的公信度 因为只有具备足够的公信度 它的仲裁 才能够维护竞争的公平性 而公信度的基础 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仲裁方所拥有的实力 因为只有拥有了实力 才能保证仲裁的结论 被各方所遵守 那么第二个基础 就是仲裁方必须客观的 能够做出公平的仲裁 那么这第二个基础 是一种被动的特质 这不是说仲裁方 它主观上觉得 我可以做出公平的仲裁 你就可以一直做到的 必须是仲裁方的客观状态 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 这样仲裁方 才能一直保持相对公平的仲裁 那当我们审视 现在的工业文明社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从实力基础 这个因素来考虑的话 仲裁方只能由集体来担任 因为从实力上来讲 个体是没有办法 和集体进行抗衡的 那么集体也有大小之分 所以从实力考虑 越大的集体 越适合于作为仲裁方 当然对于当下的人类文明来说 最大的集体是全人类 但是呢 全人类的实力是松散的 所以它的真实实力 是低于它下一级的集体 也就是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之后 个体与个体之间 个体与集体之间 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竞争 充当仲裁方的是国家和政府 而作为仲裁方的国家和政府 手里拥有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 保证个体之间 个体与集体之间 均衡关系的最根本的工具 这就是法律 那么作为持有法律的仲裁方 国家和政府就不能够参与到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之中 这就是我之前所讲到的 对于仲裁方客观被动的要求 只有保证不参与竞争 仲裁方才能最大程度的 保持持续的公平性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 国家政府不应该拥有 生产物质财富能力的 根本原因所在 物质财富实际上是两个词的组合 物质和财富 但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 物质财富这两个词 是紧密绑定的 那么有些观点呢 认为国家可以拥有企业 也就是国有企业 他们认为国有企业 只是生产物质资料 然后对这些物质资料 进行合理的分配 只要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 拥有企业的国家政府 不以逐利作为目的 就不会影响国家政府 持有法律作为仲裁方 但这种观点呢 过于理想化了 因为你只要从事生产 就牵扯到原材料 和生产出来的产品 那么它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人类文明 只要是物质 就有它的价值 就有它的估值 也就是说 物质和财富是绑定的 无论你的主观意愿是什么 只要你拥有物质 你就拥有了财富 而物质与财富的这种 被动的紧密绑定关系 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 而市场本身呢 就是发生竞争的场所 所以拥有企业的国家政府 不管它的主观意愿如何 只要它拥有像原材料 生产的产品 这些物质 它就不可避免的 进入了市场竞争 所以它就丧失了 持续作为仲裁方的资质 因此在现代国家文明社会 国家政府 不能拥有物质生产能力 这是一个被动的客观的要求 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呢 这个客观的要求 往往会被打破 而这种越界呢 不仅仅是发生在 共产主义国家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也屡屡发生 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分析 我在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 再继续给大家看